办公室内,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一手翻着文件,一手拿着手机,时不时地嗡嗡急声,看上去很认真,但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他的心思完全不在通话上。 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是时候该结婚了,你要是再不谈恋爱,我可要把我那群姐妹的女儿介绍给你了,正好他们都想认识你。 翻文件的手一顿,魏无羡宁眉把眼睛摘了我才二十岁,你要是想抱孙子,我可以去领一个,回来给你带。 我这就是走个催婚流程,别家都在催了,你要是想抱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好,孙子是吧,孙子也不用你抱了,你爸给我领回来一个了,晚上回家吃饭,带你认识一下你的儿子。 他没把这话当真,把眼睛重新带回去,准备挂电话了我晚上有个应酬。 我刚刚已经打给你秘书确认过了你今晚没有应酬,人小孩以后要跟你住的。 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不重视,小孩子敏感,寄人篱下的真的要来。 对啊,你记得买礼物,自己去挑,我和你爸再去接他的路上。 嗯,他挂了电话,按了一下座机让秘书进来。 魏总,有什么事吗?我妈打电话给你问我行程了。 没有啊,罗青阳有些猛没有您的同意,我不会把的行程告诉别人的。 职业操守如此,他的老板是魏无县。 藏色家他也只是让他帮魏无县取一些快递和偶尔去楼下拿一下给魏无县送的汤。 果然被骗了,没事,陪我出去一趟。 魏无县坐在后座看文件,罗青阳在前头给他开车,要去的是百货大厦。 他忍不住起了八卦的心思,这还是第一次工作时间工作狂老板干别的事情。 难道是有对象了?会是去逛珠宝吗? 你想想,小孩子喜欢什么? 我记得你有个小侄女。 好,白想了耶。 是亲戚的小孩吗? 亲戚的小孩的话也不需要多贵重,合作方的小孩送的比较讲究。 他还看着平板,头也不抬不适,是我儿子。 啊,好好开车。 好,好的,那你买他平时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了。 他赶紧应了一句,内心无法平静,魏无县跟他是一个学校,还是同一届的。 重点是,这人的年纪比他们都小,跳起来的,好像是刚成年不久,儿子都有了。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很难不怀疑他是为了出来工作,所以成年了赶紧成家,才有时间好搞工作。 怪不得没有对象,怪不得那么喜欢工作。 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也不知道送什么。 天哪! 渣男! 不对,难道刚出生? 买个长命锁。 那买个长命锁。 上面刻他的生日很有意义。 不错。 他掏出手机,想问一下藏色那小孩的生日结果,对方拒接。 估计是怕他找借口不去。 他们去的第一家就是首饰店,罗青阳主动上前,去问有没有长命锁。 有的。 导购小姐拿出一排长命锁让他们挑选。 可以课生辰吗? 时间需要多久? 可以的,您需要的话,三十分钟可以帮您搞定。 罗青阳又问了一些问题,交涉完毕到了卸转头看向在看手镯的魏无羡到魏总。 要刻什么日气? 这几款您看怎么样? 魏无羡拿了一块长得像饺子的,觉得格外可爱就这个吧,生日就不用了。 这个不知道。 我问到了在客。 扎男实锤了,还顺带买了几个银环手镯,蛮大的。 罗青阳觉得自己再减十五斤手也能套进去这是不是太大了? 看着不适合刚出生的小孩。 不会吧? 他应该挺胖的。 毕竟藏色说最喜欢他小时候胖胖的样子,有婴儿肥可以捏。 啊,是吗? 再去买点东西。 魏无羡还买了手机、平板、玩具四驱车。 看到洋娃娃的时候,顿了顿你侄女是不是喜欢那个? 啊对。 魏无羡点头,拿了一个,又拿了一个兔子不偶。 罗青阳到底是儿子还是女儿? 在玄关处就听到脏色哄人的声音宝宝。 饿了吗? 不饿。 小小声的。 不饿吃点水果吧? 甜甜的。 魏无羡好久没听到脏色这么耐心的语气,多了点好奇,是多胖啊能得到他妈的青睐。 他提着大包小包的进去,东西还没放下呢,脏色就指着他对小孩道宝宝。 看! 小人怯生生地捏着一个樱桃,小小声道,爸爸。 眼睛没看他,落在地上。 魏无羡手里的东西差点掉下去, 二十岁英年当罢,而且孩子还不小了,很害羞。 他没跟小孩接触过,因为跳级的原因,周边的人都比他大,除了那几个玩得比较好的,也没有去交新的朋友,妥妥地工作狂。 但眼前的这个小孩也太可爱了,很白,脸上还有未褪去的婴儿肥。 他以为是还不会说话和走路的奶娃娃,有些烦心哭了怎么办? 这个孩子一眼看上去就是,漂亮,乖巧,省心。 他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朝着人招了招手,对方走过来,站到他面前,太乖了。 他不由地放低了声音你叫什么名字。 蓝忘机。 声音也很好听。 藏色笑了笑,也遇到看来小鸡不是很喜欢你啊,都不告诉你小名。 魏无羡瞬间懂了他逗人的心思,板着脸问你不喜欢我。 没有。 小人睫毛颤了颤,他也严肃不起来,把自己的耳朵贴近他的脸清声道那你告诉我你的小名,我就相信你喜欢我。 小人抿着唇,往他身上靠了靠,说悄悄话似的我叫蓝湛。 蓝湛? 很好听。 魏无羡摸了摸他的头,就把他揽到自己腿上。 把他搁在沙发上的盒子拿到面前给你的礼物,看看喜不喜欢。 藏色也坐了过来,帮着拿礼物盒让他拆。 压式平板和手机,小鸡喜不喜欢? 喜欢。 他的嘴角有一瞬间扬起,朝着魏无羡道。 喜欢就行,看下一个。 接下来是四驱车,男孩子应该都很喜欢,蓝忘机伸出小手摸了摸,小声地说了句谢谢。 你都叫我爸爸了,不用说谢。 要不然你多喊我两声爸爸。 明显是豆红。 小孩跟红了红妹说话。 接下来是洋娃娃和兔尔布偶。 洋娃娃非常精致,精致的脏色都没好意思骂他。 蓝忘机也萌萌。 嗨,看看这个吧。 魏无羡把兔子玩偶抓过来,放在他手里。 之前以为是小屁孩也分不清什么芭比娃娃什么玩偶,肯定是好看的就喜欢,所以买了。 这个陪你睡,白天你不睡觉的时候就让芭比娃娃陪你的小兔子玩,好不好? 好。 蓝忘机乖乖点头。 藏色也是服了他这胡周的功夫。 魏长泽也回来了,一家人吃了顿饭,魏无羡被叫去书房谈话。 因为是临时把蓝忘机接过来的,房间也没准备好,所以打算让他先跟魏无羡睡一晚。 藏色带着他先去洗澡。 我自己承出胆召得乱。 我以为我恻少认召老 economy都被决定到。 我自己承拆起来的。